现在是5月上旬 这里是多伦多的Costco好市多 看这花漂亮吗 朋友你好 我是时珍 这是两花云的频道 欢迎订阅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绣球花 Hydrangea macrophylla 仔细找了一下 没看见它的名字 价钱更重要 23块9毛9 这是两家轮的盆子 球花的特点非常明显 它的花瓣边缘是红色 中间是白色的 Very good 这是新开的小花 草莓色 天呐真漂亮 真有食欲 它的牌子上也没写名字 也没写知识产权保护 但写什么了呢 Zone 这个是我最关心的 就是耐寒程度 它写的5到9 适合多伦多户外地灾过冬 即使写Zone5的话 我也表示高度怀疑 给大家提的醒 秀球好像有两种颜色 你看这种是粉色的 也漂亮 天气预报说 未来几周也不会有霜冻了 所以这个放在户外 放在pateo 放在门口 都是安全的 而且现在天气还比较凉爽 它的花期能够显得更长 再加上它这种是假花瓣 那就应该有两个月以上的观赏期 这么漂亮的花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干 要注意浇水 一旦出现干的情况 它的花就很快卸了 又有卡车上货了吧 注意浇水以外 另外两个也重要 一个是避免大风 像多多地区春天风很大很多 第二个就是避免暴晒 仔细看 现在就两种不同的花色 先看这个 你看它的花边是锯齿形的 而右边这个呢是光滑的 要拿不定主意是买哪一个的话 就两盆都抱着吧 但是看这么漂亮的话 这种价钱欣赏一季也够了吧 这里还有不同品种的锈球 先让品种是一样的 不同形状形式的锈球 这都修剪成小树一样的 底下有一个主干 上面是分支 这个养得真好 还有两种颜色 粉色的是 这两种颜色都是同样的品种 这个粉色的是碱性土壤 这个蓝紫色的是酸性土壤 你看它底下的盆子 这土像是新加上去的 我猜原来是个小盆子 然后因为头重脚轻 下面给它加了个大盆子 用高难度的培养 它价格自然也贵一些 36块9毛9 再仔细看它的牌子上 写的是Zone 6到Zone 8 也就说在多伦多 不能这样过冬 像这种在多伦多 就更难复花了 这往往就是欣赏一季 这些锈球之所以长这么好 开这么多的花 在自然条件下 特别像多伦多这种艰苦的 自然条件下是很难 是不可能达到的 在生长季节的不同阶段 需要有不同的肥以外 它还需要不同的光照和温度 好了 Costco的锈球 今天就说这么多 欢迎全网搜索 十真加花明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